梅君来袭困难重重 好家伙 这一定是梅君的爷爷的奶奶的爷爷设计的官啊 你就给我一个孔伟 剩下的全都没法装 这怎么的 原来还是个许定植物官 作者固定设置一阶 我只是想说 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 哇 开启觉来那个橄榄机器人和太阳能车 之前视频讲过 太阳能车和能量满的时候 被黄桃游泳就会永久停留在原地 那我就不点阳光 来你随便吸 不过现在这个情况好像基本没有能稳定对付的呀 后面有五个机器牛 然后又来几个全明星 这不是好在暗示我吗 等牛快冲锋到家的时候 直接一个黄桃游泳柱 这边比较关键啊 因为伏标转向同一个僵尸有冷却时间 所以就会出现一个伏标转向 但后面伏标没有转向效果 所以直接填属仙巨龙 赶紧手速快捡铲除掉 然后再放个爆炸坑果 BOOM的一声直接让他们原地升天 这些僵尸太冰冰了 还有两橄榄机器人也不要紧 火葫芦烧两下之后后面来了几个朋克 威胁不大 哎哟来了两个骑兵 感谢骑兵送来的大礼包一份 现在就给前面的橄榄机器人爱的礼物 一个个黄桃秀晕住 然后再请出爆炸坚果当最后的晚餐 不一会骑兵把他队友全杀了 上面下来了钢筷也不要紧 郑重的邀请他吃一个迷惑菇 虽然能住着的空格是有限且只有一格 但植物的配合能力却是无穷的 一格就能当45格用 哇246还来了个冰柚 并又没法被伏妖变航 那我们这样先放个田鼠巨龙一下 然后看快被啃咬时 赶紧脱个爆炸坚果 等到出现白光指示标时 直接就可以放爆炸坚果了 直接一窝断了钢筷和嘟嘟鸟 后面又来了两个巨人 但给的植物大部分都没法同时处理啊 因为翻石榴会占据格子 没法终止其他植物 爆炸坚果还有冷却时间 难道这是无解过完吗 哎看到酒鬼没 这边克服一下酒鬼僵尸 酒鬼没有狂暴的时候 攻击力偏低 等他变航后手动攻击他 然后在场中两个火狐狼让他进入狂暴状态 再请他是个美国孤雾 让他策反并且恢复满血 用他的狂暴形态攻打巨人 看吧酒鬼就攻击了几下 巨人就认小鬼了 就你就要巨人啊 真的太爱心了 不过两个从约在一起的巨人 酒鬼是肯定打不过的 不过可以打死一个 并把一个巨人打到大残状态 看到宾克巨人已经认完三个小鬼 就知道已经快没血了 最后一波来了全明星 那真符合我的心意啊 但要注意有章鱼哥和法师 所以等接近之后再放包间 直接一换五 趁慎追击 放个火狐狼点击一下 让兵佑放掉小兵佑 再手快放个平数 由于小兵佑数量太多了 所以要赶紧放个翻十六 毕竟有法师和章鱼不好放包大坚果 直接让巨人和全明星一招毙命 没错 玩的就是心跳 最后只剩下章鱼 法师和部分影响不大的僵尸了 由于章鱼哥是三阶 所以我们这边就采用铲重大法 火狐狼中植完赶紧点击攻击 然后再铲竹 烧几下之后翻十六直接带走 最后的法师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带走他们 但也要避免手速慢了 变成羊的话就吃息了 这关就给了一个格子来应对全部僵尸 难度不小 看我这么俗理论的动作 其实也就打了一个多小时吧 听说点赞的朋友会加快下期视频的到来 好的 我是苏青 喜欢来电报关注 下期不见不散哦